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6月26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网播报 我是Jennifer 对于留学生来说 毕业工签真的是无比重要 然而受疫情影响 很多留学生无法在有限的时间里找到工作 甚至无法回到加拿大 现在好消息来了 就在周五下午 加拿大移民部长官宣 留学生毕业工签PGWP 可以再延期18个月 加拿大移民部长Syn Fraser在Twitter宣布 随着加拿大经济的持续复苏 仍有数十万个工作岗位等待填补 努力工作的国际毕业生 为他们的社区和我们的经济 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现在正在为工签即将过期 或者在2021年9月20日 到2022年12月31日之间 过期的国际毕业生延长工作许可证 数以万计的国际学生 将获得额外的18个月的开放工作许可 他们可以在加拿大停留更长时间 也可以帮助企业找到他们需要的工人 同时使我们能够继续吸引全球人才 这项特别措施代表了经济的增长潜力 并将鼓励更多的毕业生 将加拿大当作他们的家 感谢我的团队以及为延长计划工作的人 也感谢选择了加拿大的国际学生 关于如何申请该延期 将在未来几周内公布在我们的网站上 根据CIC新闻网今天发布的文章 Frizzer在独家采访中提到 目前加拿大医院正在讨论快速入境Express Entry的改革 加拿大政府有望通过一项法案 允许移民部长根据经济目标来邀请异议的候选人 C19法案目前正在审议中 如果通过 它将赋予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事务部IRCC部长权利 可以按职业、语言能力、预期目的 或任何其他支持加拿大经济目标的群体来邀请候选人 Frizzer告诉记者 他希望该法案能够通过参议院 新的权项将会被尽快实施 Frizzer说 尽管Express Entry给加拿大带来了竞争优势 但仍有改进的余地 如果有大量的申请都是在一个特定的部门 而这个部门在加拿大的需求并不高 那么今天的意义系统就有可能带来 与加拿大经济需求完全不匹配的人 Frizzer表示 通过这样做 加拿大将能够选择更多已经准备好 在劳动力市场取得成功的移民 该法案的批评者说 新的权限可能允许特殊利益集团 为某种类型的候选人进行游说 在该法案的早期草案中 就有强调透明申选过程的需要 Frizzer承认这一担忧 他说 如果我坐在渥太华的办公室里 开始决定哪些地区和哪些部门 可以从这项新政策中受益 我将会走上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 我需要与当地社区接触 我需要与我的省和地区的同行接触 我需要与商业理事会和有高需求的部门接触 以便我们能够了解他们的需求 有经济学家警告 随着加拿大中央银行为遏制高通胀而连续加息 加拿大经济明年很可能进入衰退期 Axon研究所经济学家Armin判断 未来6-12个月家国经济进入衰退的可能性超过50% 由于美国今年第一季度出现明显的经济萎缩和失业率增加 很快会波及到加拿大 TD银行高级经济师奥兰多统一Armin判断 表示加美经济具有难以置信的同步性 他相信加拿大央行会跟随美联储步伐 在7月13日下一次继续加息75个百分点 奥兰多还表示 加拿大统计局数据上月加国通胀率再升至7.7% 央行肯定会加大升息力度予以抑制 当前经济运行数据显示 极端加息已经有效减少了消费需求 我们预计最早在今年底最晚明年输 加国经济将进入衰退 经济进入衰退期对加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已经在两个方面产生消极影响 一是住房市场 随着央行连续加息 加国各地房市正迅速冷却 214人财富高级投资顾问Allen Small说 高涨的通胀率正增加经济衰退的机会 加息直接打压房产市场 因为按揭利率提高使人们不敢借款买房 经济危机基本上使得所有经济方面放缓 换句话说 人们的消费需求开始衰退 Armin表示 除了抑制房市、消费需求外 经济衰退还伤害商业发展 导致更多人失业 加息令商业企业经营成本上升 不敢借贷扩大生意 更通过裁减雇员降低成本 幸运的是 许多江大人疫情期间积攒了政府的补助金 能够短期内应对经济衰退带来的失业潮 丰业银行的一份最新报告指责联邦政府 目前没有采取任何切实措施来减缓通货膨胀 这份由Scotiabank首席经济学家 让弗朗索瓦·佩罗和其建模总监 雷内·拉隆德共同撰写的报告还表示 削减政府计划支出可能会有助于抑制猖穴的通胀 并减轻加拿大央行加息的压力 尽管俄乌战争和持续的疫情供应链问题 确实是2022年通胀飙升的一些主要因素 但佩罗指出 由于世界各地一些政府试图利用了刺激财政政策 保护家庭免受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影响 价格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上涨 佩罗表示 尽管春季联邦预算减少政府赤字的努力 正朝着证券的方向前进 但最新的自由党支出计划仍在刺激经济并推动需求 他说在正常情况下这不是问题 但挑战在于从加拿大人的角度来看 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它远远超过了加拿大中央银行的预期水平 毫无疑问这是特殊的 迄今为止 Loblar仍是加拿大最大的食品零售商 但第二把交易的竞争却十分激烈 分析师指Empire与Metro之间的差距很小 且各有千秋 据新报报道 Sobis和Freshcode母公司Empire周三公布 在截至5月7日的第四季度利润为1.785亿元 高于去年同期的1.719亿元 销售额为78.4亿元 高于一年前的69.2亿元 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本季度的运营时间多一周 收购Lungos加油站销售增加 以及食品通胀水平上升 Empire本季度的美股贪薄收益为68仙 高于一年前的64仙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的分析师纳特而止 Empire本季度的美股收益略低于该公司的分析师们预测的74分 总部位于新斯高沙省的Empire集团 正因商店网络的持续扩张和翻新而受益 Empire的四个电子商务平台总销售额年同比增长12% 主要得益于收购Grocery Gateway以及Vola业务的持续增长 该公司还在继续扩展其折扣品牌店FreshCo 本季度在亚省就新开了三间门店 Empire本季度还新开了两间Farm Boy门店 令该品牌门店数量达到44间 尽管Empire扩大了折扣店业务 但仍然落后于其在该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 纳特尔指出Empire在折扣店领域的占有率不足 这对其是一项重大挑战 Empire在上个季度受到电子商务业务的提振 而总部位于马蒂克的Metro集团 则受益于其药房业务的强劲表现 根据Metro的最新财报 受疫情相关活动的支撑 例如快速检测盒的分发 以及咳嗽感冒季节病人增多 公司同店药房整体销售额 较去年同期增长了9.4% Metro报告称 今年第二季度公司的净收益为1.98亿亿元 高于2021年同期的1.88亿亿元 尽管消费者行为和通胀压力不断变化 但该季度的销售仍然强劲 销售额超过42.7亿元 较去年的41.9亿元增长1.9% 纳特而指 Metro的业绩符合分析师的预期和共识 分析师们一致认为 随着通胀推动下 消费者行为发生变化 家庭食品需求可能会保持高位 此外 由于看诊和医疗程序逐渐恢复 处方药数量将出现增长 药房业务前景可期 与Empire相比 Metro在折扣店市场的影响力更大 其大约40%的门店属于折扣店 纳特而表示 这对该公司来说是一个好兆头 因为在通胀上升的情况下 消费者似乎正在转向去折扣店消费 总之 Metro与Empire之间的差异很小 两家公司均报告了上一季度的收益同比增加 且都在某些领域表现出色 例如Empire的电子生物平台和Metro的药房业务 不过在通胀上升带来的不确定性 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Metro似乎更占优势 该公司虽然在规模上小于其竞争对手 且仅在魁省和安省开展业务 但它在折扣店市场的地位稳固 非常适应应消费者行为发生的转变 科学界轰动了 江大玉空地区最新发现的一只生活在巨星约3.5到4万年前保存完好的蒙马像宝宝化石 也是迄今为止北美发现的最完整的长毛像化石 据介绍 该幼年蒙马像化石于6月21日在克朗黛克金矿区的永久冻土中被发现 初步检查发现 这只蒙马像是雌性 长约140厘米 大小与2007年在西伯利亚发现的名为 纽巴的幼年蒙马像化石差不多 目前这只幼年蒙马像被命名为 Lanchoga 在当地克朗黛克 唯青第一民族使用的语言中 译为大个头的动物宝宝 玉空地区地质调查局和卡尔加里大学的地质学家认为 Lanchoga是在3.5万到4万年前的冰河时期死亡 并在永久冻土中被冰冻的 此时大约只有一个月大 冰河时代古生物学家格兰特·扎佐拉说 从科学发现来说 这头幼年蒙马像令人难以置信 它有毛发 有表皮 如果你看看它的足部 会发现它的小脚趾和指甲还没有完全变硬 的确发现的时候 小象的姿势是双臂和双腿较差 眼睛紧闭 曾经肌肉发达的躯干有些凹陷 看上去似乎有一种软绵绵的感觉 蹄子上仍有一磨损而形成的凹槽 这位古生物学家认为 这只猛马像幼崽可能在距离其母心 只有几步的地方吃草喝水 然后被困在了淋泥中 从被困到死亡 过程非常快 专家们对这次发现感到非常兴奋 作为一名冰河时代的古生物学家 能和真正的猛马像面对面 是我一生的梦想之一 古生物学家称 这个梦想今天实现了 能超感非常漂亮 是世界上发现的最令人难以置信的 冰河时代动物之一 众所周知 猛马像曾生活在玉空地区 这里当年曾拥有茂盛的草原 被称为猛马像草原 但后来由于气候的变化 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 草原被灌木和苔藓所淹没 而这些灌木和苔藓并不是适合猛马像 古马和野牛等大型放牧群的食物 目前科学家们已经在发现这只猛马像宝宝化石的 玉空永久动土中 提取了距今三万多年的环境DNA 其中包括猛马像DNA 麦克马斯特大学专门研究古代DNA的考古学家 泰勒默奇和他的团队 对DNA进行了分离和重建 显示了更新式 全新式 过渡时期 不同时间点的动物和植物群落的波动 这是11000年是14000年前的一个不稳定的气候时期 当时几个大型物种如猛马像 如齿象和箭矢猫都消失了 目前科学家们正在新技术的帮助下 更好地确定这些古老动物的灭绝日期 毕竟永久动土中的遗传数据量是相当巨大的 可以实现生态系统和进化重建的规模 这是迄今为止其他方法所无法比拟的 千呼万唤温哥华港湾终于为广大粤语观众朋友们 增设粤语新频道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宝宝 我是Serena 用粤语陪你及时追踪大温新闻热点 一起关注世界大小事 星期二到星期六粤语新闻定时放送 温哥华港湾粤语台和你越别关心大温于世界 粤语新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和订阅 以上就是今天港湾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